8月30号,收盘了 下午大盘啊,充了一个高开始回落 只是这个充高回落过程当中 这里面微微的震荡 那么今天最糟糕的下午就是没有放量 由于没有放量 你看两市今天成交量不到一万亿 九千八百亿 按道理这个九千八已经不少了 但没有达到一万亿呢 这也就算没有一个大数 在心理层面上 对一些大盘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另外我们再来看这里 北上资金今天上午呢 出现一个充高回落 下午的时候呢 也出现过两级跳 上涨过一段 然后跳水 反复出来这种 你看大盘涨了 那为啥北上资金还跳水啊 而且我们能发现很鲜明 由于北上资金跳水 大盘也跟着跳 就包括下午两两半这一波 大盘你看跳水了 这不就是北上资金给带的吗 那么好东西我们没学到 你比方人家北上资金在涨的时候 我们怎么没有呢 那么北上资金现在一跑 我们现在就跟着往下打 这代表什么 有人说北上资金呢 叫聪明的资金 往往一些个消息呢 在他那块提前呢 人家就知道了 或者是说这些方面只是个异端 但不论如何 最近一大阶段来讲 我们看上证指数啊 上证指数从这开始往下跌 就是8月4号以后 北上资金连续13个交易日经流出 于是大盘开始疯狂的下跌 连跌了三周 北上资金就是在这里之后呢 只涨了一次 那么之后大盘在这呢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走势 苏妍说看上去 大盘在这像个挖兜的勺子 如果把这根大阴线去掉 是不是这个位置像一个小的 倒过来的对号 或者像一个勺子 那这个位置 未来大盘在这 今天没有回补缺口 是不是在这会一路上涨 这个呢 按照技术分析来讲 这是一个道理 但是具体能不能走出上涨 那只有行情说了算 所以在这 我们把未来的几种演绎说明白 那现在说的是北上资金 正是由于北上资金狂勇往出跑嘛 那么大盘才跌下来的 也正是因为北上资金稍稍近了一点 大盘又往回来了 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看 接下来 明天 大家要明白啊 那明天又到了一个黑周四 以往这几周 黑周四都不黑 那这次能不能出现也不黑呢 不过我们心里头挺害怕 你看这个周四 这个周四 大家说这不是黑的吗 可是这个周四 人家是长着的 因为这是一个跳空高开嘛 跳空高开 留下一个上下影线的就这么一个小锤子线 但是底下呢又出一边下影线 把锤子呢就变成了一个小的阴形 但是上个周四 包括这个周四 还有这个周四和此前这个周四 连续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多周 黑周四没黑 一周两周三周四周 那明天又到了黑周四 常言道 市场上不都说吗 黑周四魔咒 为什么有这个支撑呢 就是黑周四 人们都在赌 赌这个周五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这样会那样的消息 往往在赌周五会出现利空消息的时候 黑周四就下来了 然后周五呢 如果利空消息没来 或者兑现了 人家开始慢慢爬 假如周四的时候 人们在赌周日周末再出现上涨 于是呢 就把周四这一天开始打扫资金 把资金腾出来之后 等着周五这一天呢 去加仓 这两种思路都有 一种是都赌周五出消息 另一种是赌周末 周六周日出消息 所以才有了市场上这种叫做黑周四 那么现在已经连续四周 都停止了黑周四这个魔咒 那明天又到了 明天假如黑周四不黑 又继续向上涨 那后天呢 有人说啊 最近这些都是 十五的月亮不圆 这个十六圆 你看 黑周四不黑 黑周五都黑 而且周五呢 跌的都不少 你看这个周五跌的多不多 还有这个周五跌的多不多 跌的都很多呀 而且就上个周五的时候 还见了个底 三千零五十三吗 那么明天又到了星期四 大家是不是今天在尾盘的时候 有一些人往处杀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或者在中午的时候 就这儿有一波人提前抢跑 就以为下午呢会反跌 于是他们呢开始给这出逃 实际这个呢都是主观意端 我们通过K线图 实际这个位置看的已经很明确 你瞧成交量比昨天缩了一点 那这个位置要想出逃的话 此前这个这个周一周二连续放量 那这些近来的资金 很显然今天跑不出去 除非今天说放量下跌 那能跑出去 但这这并没放量 那么也没下跌 是不是就证明在这个位置 在周一周二大盘出现连续两天上涨 一天涨了1.13% 昨天还涨了1.2% 那今天呢 今天大盘你看着又收出一个阴线 实际人家这不还是上涨吗 那么你说涨的多涨的少 人家都是在上涨 也就是指数现在是出现了三连羊 那么周四的时候 大概率会出现一根阴线 人们都这么按照技术上去推断 技术上这种推断呢 也是成立的 但往往呢 大盘走的跟技术就是不一样 人家黑周四就是不黑 你能把它咋的 那么我们还是去这个位置 先按照超跌反弹来对待 就是大盘经过了一堆下跌 这里呢 还是出现在一个反弹迹象 只是这个反弹 现在并没有达到一个高度 那么就这一波反弹 是不是不够 很显然不够吗 哪怕能到上方这也可以 我们缩小一点看 这不就是上方 你看通过这一波下跌 这是今年五月份吗 到现在 已经跌下来360多个点 如果按照这一波下跌 也跌了270个点 你就是涨的话 涨一半 是不是也得涨到3200点呢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在这呢 上方按照反弹力度 有人说按照反弹力度 周一不都已经反弹完了吗 这个位置不已经接近3200点了吗 是不是算是涨过了 那也行啊 如果明天周四直接黑周四跌下来 甚至直接把这个跳空缺口回补 那么我们也就是一天痛呗 对不对 所以这么多那么多说法 总结下来我们还得知道如何应对 假如这个位置 如果明天大盘下跌 刚好又是能回补上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到了一个建仓的从口期 没错吧 赌上的缺口未来要上涨 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如果这个位置明天黑周四不黑 慢慢往上爬 是不是有很多人又一仰改三观了 又开始什么黑周四 他才不管那个呢 既然大盘超跌反弹 那我就按照反弹做就行呗 这个位置就是这样 撑死胆大的 那么人家胆大就吃上肉了 就像这儿 建了底信号 有人没抄底 你看这个位置为什么画个圈啊 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 不就干了一个底吗 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 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 分别也出现过两次 尤其今天下午的时候在这里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不都说过吗 就这个坑的时候 三千一百二十九点五八点 就这个位置 我们出现了一个买入机会 而且在中午 在下午到两点半附近 跌破咱们的就这根叫 这个不是均价线吗 跌破均价线 手里的东西就可以摆这个赚的钱 提价量出来 如果说赚的不多的呢 那明天做提价一也问题不大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出现过机会 而且只要出现机会 我们在直播间都讲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不都出现了吗 我们都坐了不错吧 那么现在说的就是 既然大盘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这种 高低错落 并且呢 经常出现这种过山车 那么我们跟着坐也就行 不用考虑说这个位置 它到底能不能回补缺口啊 甚至这个位置能不能冲高回落呀 按照技术 坐就得了 那么我们等靠看这个位置是不会赚钱 为啥呀 因为有很多东西都出现了一个轮动 今天市场最大的一个特征不就是分化吗 好多东西就是上涨 但是更多的东西出现了回撤 就包括今天现在上涨的只有3060家 下跌的也出现了1870家 这不都是出现分化吗 如果不分化 像昨天似的超4000家上涨 我们根本不会卖出 对不对 如果今天卖出 是不是也对这几天的上涨 做出一个获利的小了结呢 可以这么理解 那好 大盘明天这个位置啊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摆这个底 直接就这块有一个跳空缺口 能回补 这样最好 那我们就疼一天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黑周四不黑 人家接着向上干 还是那个原则 我们按照趋势来就行 这不就是我们只要能做好 如何应对就可以吗 那么明天大盘这个位置 还又会受一方面影响 就是我们现在隔夜的外盘的走势 还有一些我们内部的消息啊 因为我们今天三点半 到明天早晨六点半期间 会发出一些消息 往往不都是在收盘之后 甚至半夜的时候出消息吗 那么不论出什么消息 对大盘明天都会构成影响 所以明天早播报呢 我会把今天尾盘到明天早晨六点半之前的一些消息 都梳理好 然后挑重点的跟大家来解读解读 那么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你就能收看到我发的视频了 同时我还会把隔夜的外盘走势跟大家说 隔夜外盘走势 昨天我们中概股大涨了3.7% 但是我们今天大盘没根 那么这个没根不代表明天不涨啊 如果今天尾盘 外盘啊 如果跌的不太多 甚至要是稍微涨一点 那么我们明天是不是又得不涨 没错吧 所以大家要看我明天的早播报 我会把外盘的表现包括中概股的走势 加上我们大盘这些个新消息 都整好了 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朋友们明天早播报 见